我目睹过毁灭才能看到新生 这无尽征程漫漫 风暴如影随形 就在刚刚雷神索尔爆发最强一击 狠狠砸向斗战圣佛 可谁能想到 这斗战圣佛的金箍棒突然一分为三 仅仅只是一击 竟将雷神锤彻底粉碎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际 雷神索尔竟强行吸收雷神锤里全部的力量 只在瞬间 雷神索尔神格归位 因着天地变色 电闪雷鸣 只见他右手一指 所有的雷电全部都披在斗战圣佛的身上 这本该是惊险万分的时刻 可不知为何 场上的华夏观众 七刷刷的露出玩味的笑容 这华夏天亭的五雷轰顶又怎样 还不是隔血搔痒 而你这闪电 不过就是给他来了一场全身死怕 果不其然 在场上的雷电之力消散之后 这斗战圣佛脸上的表情极为舒坦 这西方诸神的战利天花板不过如此 原来这斗战圣佛 深藏大品天仙诀 夺天地之造化 亲日月之玄机 这普通的雷电根本就伤不到他 而雷神索尔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可这愤怒的情绪急速上升 他大声喝到战俘速来 只见他上方的空间突然扭曲 以兵战俘带着不可匹尼的力量 从天而降 直接落入索尔的手中 见此一幕 一旁的主神奥丁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不错 这正是暴风战俘 相传这战俘不但霸道无比 甚至还力压过无限宝石 此时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索尔如同天神一般 而下一秒 他高举暴风战俘直接砍向斗战圣佛 但这一次的结果却大为不同 场上的斗战圣佛竟当众身手两处 这暴风战俘竟恐怖到了这般地步吗 当然不是 就在斗战圣佛倒地的一瞬间 众人才发现 这不过就是一根猴毛 而他的嘲笑声 也在索尔的另一侧突然想起 你这战俘竟能斩断我一根猴毛 这还真是了不得 不过这说起来我好像也有一把和你一样的斧子 话音刚落 他手上的金箍棒直接变成了暴风战俘 没想到这猴子已经成佛 却还如此贪玩 而雷神索尔似乎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他再次提着斧子砍了过去 而斗战圣佛不再躲避 直接硬钢 两把战俘相撞之时 这众神之地颤抖不停 而下一秒却让雷神索尔彻底傻眼 他手中的暴风战俘竟被崩开了一角 见此一幕 他大脑瞬间当机下意识地问道 你这到底 可他话没说完 这斗战圣佛却说道 我劝你别问 要问那就是你这个是母的 我这个才是公的 指着一句 雷神索尔被气得血气冲天 他高高跃起 用手中的斧子竟在空中劈开了一条裂缝 而他劈开的正是量子领域空间 原来这索尔已经发现 这斗战圣佛根本就不在五行之中 要想伤到他 必须要调集三界之外的雷电之力 而在这量子领域的虚空里 布满了狂暴的雷电分子 只要能渗入到斗战圣佛的体内 就算是大罗金仙也逃不掉 而在众人震惊的表情下 索尔的一声大喝相撤天空